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大家讲个鬼故事 2020年已经过去一半了 是不是感觉特魔幻 是不是感觉自己穿越了 由于疫情的原因 很多车展都被耽误了 并且能够来自知识 整个月的日子 都是运气 我们的感觉 所以我们的感觉 在这些字幕里面 我们的感觉 有点感觉 这些人 有点感觉 我们的感觉 都很感觉 我们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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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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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呢就是哈佛前段时间 网上证明的大狗 最近呢长城起名 真的非常有意思 先是炮 后是大狗 然后还来了一个欧拉白猫 这就是要开动员的节奏呀 大狗这名字啊 听起来是挺可爱的 不过整个车 除了车头那两个 圆路东的大眼睛之外 眼睛等等 trans 眼睛等等哟哽哽哽哽哽哽 burner 哎呀不重要 反正就除了这个之外呀 整个车方方正正的线条 硬派越野感十足 根本没有地方像大狗 内饰风格方面 也是横屏竖直的 而且呢 副驾前面还给你配了一个把手 就这 你要是不去追求一下诗和远方 你就对不起厂家这设计 动力方面呢 这台车预计会搭载一个1.5T 169匹的发动机 那具体的售价和配置现在还没有公布 据说要9月份三的上市 看来想要遛狗的话还是要等一阵的 除了上面说到那些车型呢 还有很多像50的mini EV 还有荣威的M8 还有蔚来的EC6等等车型 可能也会在这次车展上亮相 那如果你有什么想看的车型 可以评论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好了那这期节目就是这样了 更多关于车展的消息 关注车出电吧 拜拜 拜拜